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的外贸协会和我国在各地的外馆 特别筛选出了优秀的台湾供应链 还有东协的买家 透过网络来协助业者做商业的视讯洽谈 不过做生意毕竟讲究的还是诚信 见不到面其实很难建立默契的 因此视讯整个洽谈过程 我国的外贸协会会全程的参与在其中 确保厂商之间不会有文化的隔阂 又或是缺乏信任感 统计近几个月 来自印度 印尼 菲律宾 缅甸等等 这些东协国家透过网络做视讯 和我国做商业洽谈的业者 就较平常是暴增了六倍 这个数字相当的惊人 而台湾的自行车 你们看到这边还有五斤 零配件等等的商品 都是海外买主的最爱 专家认为疫情期间 大家改用科技来做防疫 势必也会对未来人们的商业活动模式 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透过节目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这波科技的新商机 它在做这种便利店系统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是其实你也是通过中 就是大陆这边的 就是类似我们这样的进口公司 用中文英文介绍自家公司和产品 疫情期间无法亲自出国拜访厂商 透过视讯做商业交易 是最新趋势让宅经济大爆发 包括了印度买主 近期也透过视讯和台湾 供应厂商做洽谈 事实上不止印度东协国家 随着确诊人数每天不断攀升 包括了印尼 菲律宾 缅甸等国 都透过我国外贸协会和外馆联系上 近期正在和台湾买主 积极做线上商业交易 统计疫情期间 做线上交易的厂商 比平时暴增六倍 东协买家最爱台湾的自行车 五金 零配件 纺织等相关商品 除了视讯交易 线上2D 3D立体展馆 主要将实体展馆比例缩小后 搬至网路上 购买家下单也是目前最行的 它可以做很多商品的流览 像是袜子或眼镜 然后如果它想要再进一步了解这双 压力袜的话 它其实可以透过360度 看到它的不同的角度 像是眼前的这个运动休闲展馆 只要动一动滑鼠 就像是走到实体展区 可清楚看到服装布料 袜子 眼镜等商品 清楚陈列在架上 点开还可360度检视商品 看到满意的可立刻线上询问价格 做跨国下单 那我们估计疫情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做到600场 视讯的会议 帮助厂商在线上做贸易 所以这些很多数位的方法 将来都会变成常态 那对我们实体有帮助 那甚至有些数位的 可以取代实体的 就有数位 能够用数位做的 就不必用实体来做 其实不只是线上商机 实体共享办公室 可提供异地办公空间 需求也逐渐变大 宽广的大厅 还有多张独立办公桌 让办公室的人 不用紧零而坐 可保持至少 1.5公尺的办公距离 不论是大中小型企业 对办公室的弹性需求 一直存在 而弹性这个需求 没有被满足 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痛点 包括了 我希望能够有弹性的 一个公共空间 我希望能够 我需要使用到的时候 我再去租会议室的空间 来自新加坡的共享办公业者 主要提供异地办公的空间 另外因应租客 如果有紧急状况 最快三小时内 可协助临时转移办公空间 目前在泰国 印尼台湾等地区都有据点 疫情期间 洽询短租方案的人数暴增两倍 这波疫情短期呢 对很多企业 它的需求是紧急的 大家必须重新思考一下 未来我们对于 弹性办公室的需求在哪里 我们如何更仔细 小心地以下一波 如果任何的紧急应变的需求 产生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当然网络设备的健全度 也是租客最重视的 我们也特别重视的是 当我们今天回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在招募上的人 跟平常训练上面 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有效率 能够充分地使用软体 硬体上面的整合 我们也会测试 临时地让大家从办公室撤走 这一次新冠肺炎之后的一个 所谓的教训之后 其实大家还是会开始 积极地在这个地方做一些 所谓制度性 或者是一些设备上的一个建制 疫情重创全球经济 由产业变成产业 但也有新商机因此而起 除了线上商业交易 机动性高 网络设备强的共享办公室 恐怕将逐渐取代传统办公室 全球企业运作模式 随着疫情扩大 有了全新面貌 环宇新闻杨阁 简余林夜思敏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使全球的运作大乱 企业纷纷体认到 除了异地办公 在家工作也是新的选项 许多业者陆续推出了 远距离的工作方案 包括了东南亚国家在内 随着当地的疫情升温 开始严格的实施了防疫措施 我们这边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包括了印度 直接宣布索国一个月 禁止非必要的商家 还有娱乐场所的营运 菲律宾的部分 首都马尼拉也进行封城 越南的部分来看到 它也宣布了索国 禁止外籍人士入境 国际航班也不能降落 泰国的部分则是要求入境的外国人 要有无感染肺炎的健康证明 还有换算高达 新台币305万元的医疗保单 才能够入境 这么多东南亚国家 实施了封锁令 让东协的台商又或是台干 面临无法入境 又或是企业无法正常运作的窘境 而近期有越来越多的东协台商 也和欧美国家一样 在公司里面是导入了远程办公制度 透过通讯软体让员工可以在家做视讯的会议 而且在全球最受欢迎的视讯会议软体之一 就是Zoom这个软体了 最新的财报显示了 Zoom上一季的营收大概是1.8亿美元 和前年相比暴增了将近18成 而Zoom在2019年其实它才上市 今年初它的股价其实只有68美元 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在今年的3月 股价一度是冲上了120美元 和年初相比暴增了将近7成6 后市更是备受看好 透过节目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全球的在家办公潮 边在家中厨房做早餐边接客户电话 正在成为戏骨人日常 如今防疫不止全民大作战 更升级为长期抗战让企业正式现实 纷纷探索这一家工作的方案 在美国也有超过八成企业引进远距办公制度 其中最具指标性的苹果公司 不但要求加州总部和西雅图地区员工远距办公 更扩大到疫情严峻国家的分公司 电话対応不及 集中和文章考虑 公司工作的主要是 公司的文章考虑 集中和文章考虑 所以在家里面会集中 而日本比美国更早爆发疫情 二月就有不少大型企业要职员在家办公 让Telework远距工作成为热门关键字 日本电器公司NEC 也计划让6万人远距工作 远距沟通需求大增 让行动事实会议系统Zoom 股价更是呈现井喷式的成长 去年4月Zoom在纳斯达克公开上市 挂牌价是36美元 如今随着疫情升温更是一只独秀 股票已经飙迫166美元 带动创办人原真身价 今年以来已经暴增600亿台币 分析指出Zoom付费用户的年成长率 高达74% 除了直觉式的界面容易上手 Zoom还在全球广设数据中心 减期跨国市区会议的延迟时间差 并且是每个用户端和线路的情况 只传送必要的画质和画面 都是Zoom大受欢迎的原因 甚至被教师倚重用来进行线上教学 肖教下中国电商龙头阿里巴巴旗下的 丁丁命运大不同 作为一个技术从业人员会有点委屈 实际上孩子的天性还是很喜欢玩的 如果换做我有可能我也会去找这个移型 丁丁成为中国小朋友上网课最重要的平台 更有小朋友在课业压力之下 昊着将用户评分五星分歧的现象 那种上网课一般用的比较多的电脑 就是咱们就是说经济实惠的 就是拿笔记本的 因为拿的台式机的话 没有摄像头 此外孩子在家上课爸妈也在家上班 让笔记型电脑需求激增 许多地区的实体门是被扫货一抠 网购平台上电脑和行动电话销售额 也是去年同期的翻倍成长 让行动时代下大受打击的个人电脑PC业 在线升机 黄宇新闻 卢茶瓶组合报道 为了压制疫情 很多的东协国家都考虑延长封城的时间 甚至祭出更铁腕的防疫措施 像是菲律宾就是其中一个国家 详细情形这边我们请到国际中心的资深记者 徐立山来为我们了解 立山 好 讲到菲律宾只能说 总统都特地防疫不改狂人本色 他对军警说遇到违反禁令又闹事的刁民 杀无赦 而且他真的说到做到 这几天就有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 出门不戴口罩 还拿刀做事要砍人 结果被警察枪毙 当然都特地他也知道要共体时间 说要捐出一个月的薪水 估算大概是23万24万左右 那么内阁官员也几乎都愿意 捐出7成5的月薪来协助抗疫 另外一方面 杜特地现在也同意了 大马尼那地区还有旅宋岛的封城 封岛措施将延长到4月30号 那么底层老百姓没工作 一直饿肚子也不是办法 所以菲律宾会发放两个月 每月折合台币3000到5000左右的补助款 给这些贫困家庭 接着是新加坡 防疫措施又升级了 如果邀请没有住在一起的亲友 到家里聚会聊天 现在也要开罚 出贩最高缴折合新台币21万 或直接关你6个月 也有可能两种一起来 另外7号开始 全境封锁一个月到5月4号 这段期间 所有娱乐性跟民生必须 比如超市银行以外的工作场所 都要全面暂停营运 包括各级学校也得停课 那么经济伤害要怎么缓解呢 当局现在是又祭出了第三轮纾困方案 含前两轮在内总额是逼近了相当于新台币 一兆3000万 再来看泰国 会延长航班入境禁令到18号 宵禁也实施了 度假胜地继普吉岛封锁后 苏美岛也从7号起封岛为期三周 要登岛必须出示三天内开立的健康证明 那么千岛之国印尼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当地的确诊数现在是来到了几千例 但是一般认为实际的确诊数目恐怕 比账面上的还要更多 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对印尼的情况更棘手了 因为他们的检测率是全球第四低 每100万人只有36人接受检疫 看看邻国的新加坡数字是6666人 马来西亚也有1600人左右 相对来讲印尼真的太低了 而且他们不只测试事迹不足 医护用的防护装备更是缺到 这些一线人员只能穿上垃圾袋改装的防护衣 所以印尼一线医护染病死亡的人数 也相对来的更高 好的 而且他们的医疗设备也是严重的不足 但是总统左科威到现在 似乎都还没有愿意封城 左国的这个意愿 是不是这样呢 因为左科威说落实社交距离就好了 但看看这样的画面 在人潮多的地方 尤其是车站 通勤时间是排了一堆要等车的人 要落实社交距离真的蛮难的 其实之前首都雅加达就向中央提案要封城 但被打了回来 想暂停交通运输 中央也回不准 所以雅加达只能要求民众搭大众运输系统时 拜托戴口罩 还有一些地区干脆自主封城 在边界道路设置的路障 不让别村的车人进来 好的 谢谢丽珊为我们带来的深度分析 印尼确诊人数确实是不断地在攀升 但是它却面临了当地的医疗 还有人力资源都缺乏的问题 就有专家示警 如果再不实施封城 印尼恐怕会是下一个疫情大爆发的国家 一具棺材古铃铃摆在墙角 下葬时只有几位殡仪馆员工 和几位同僚送死者最后一程 印尼已经有好几位医师 为了救病患不幸殉职 但在首都雅加达街上 还陆续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的患者 呼吸困难昏倒在地 印尼没有资源 无法像南韩一样利用PCR检测 进行大规模快筛 而当地采取的抗体筛检 尽管快却不精准 而且要染病五天后才可能测出病毒 根据英国伦敦的 传染病数学模型中心估计 印尼通报的确诊人数 只占实际感染人数的2% 代表染病患者恐怕已多达3.4万人 其他模型则推算 最坏情况可能到4月底 首都雅加达就有50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区域 正在本地的区域 原本是在亚洲游戏中心传肺炎 能够多达4,000区癌 并且需要20,000区癌 我尽量希望我们永远会使用 印尼卫生部指出全国有2.6亿多人口 但加护病床只有32万多张 等于每10万人共享2.7张病床 另外世卫组织的数据也显示 全印尼平均每4位医生就要给1万人看诊 医疗体系负荷已经这么大 总统左科威却以印尼文化的特性和原则 坚持不锁国 强调只有民众落实社交隔离才能有效防疫 亚加达省政府宣布停止每星期五的宗教活动 也呼吁民众要戴上口罩 做好消毒与清洁的工作 不在外出啪啪噪 与人交团时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未来的两周各公司行号暂时的关闭 尽可能的让员工在家工作 吃饱睡好让自己的免疫力处于最佳的状态 总统左科威督促各地方政府 执行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并且扩大防疫资金 加强医疗设施 以及补助印尼各企业和基层劳工 知识专家依旧呼吁 又鉴于印尼出现社区感染情况 还是有必要采取锁国措施 否则疫情爆发太快 不止经济恶化 失去的还是更多宝贵的生命 欢迎新闻 郑宇轩综合报导 印度新冠肺炎痴症人数不断的攀升 为了阻止疫情升温 印度总理莫迪实施了锁国禁令 至今已经有数周了 但是当地的流动一公共有一亿人无法工作 最直接要面对的就是生存的问题 更多细节广告回来我们带您了解 印尼的河川污染是全球出了名的严重的 其中印尼的西大鲁河曾经被称为全球最脏的河流 垃圾布满了河道 铅的含量又超过标准值被严重污染的河川 还是当地3500万居民的主要生活饮用水 为了要改善现况 印尼的政府还有海外的环保团体合作 从积极改善垃圾的来源 还有废弃物的处理开始做起 目前在当地已经有垃圾的收集船 在出海口协助收集海洋的垃圾 另一方面荷兰的三艘清理船只 也在今年加入了行列 盼透过最新的科技 在清理垃圾的同时 也减少对环境的二度伤害 拨开层层废弃物 小船才能顺利通过 污染的河川连一只鱼都捕不到 居民们只能靠着剪塑胶垃圾来维生 印尼西大鲁河曾被称为全球最脏河流 垃圾布满河道 氢含量也超过标准值 这样污染的水源 竟然是当地超过三千五百万居民 主要的饮用灌溉以及生活用水 工厂废水 各种塑胶垃圾流入河川 不仅破坏水质 对环境健康都是极大的威胁 然而这只是印尼的冰山一角 因此政府积极和国外环保团体合作 营用新科技来解决垃圾问题 印尼政府近期宣布 由德国环保机构研发的三艘海舱鼠 正式服役 除了全电动发电可减少碳排之外 输送带也不会伤害水中生物 适合用来打捞不同类型的飞机物 另外还有荷兰垃圾拦截机双管旗下 为了解决垃圾的问题 我们需要做两件事 我们需要清除水中的水中 印尼政府致力要在2025年前 从源头减少三成的垃圾 减量处理七成河川内 以及气质的废弃物 透过新科技的运用 要为当地环境污染找到解掏 环宇新闻阳情综合报导 再来我们带您关心到的是印度 当地实行锁国令至今已经有数周了 大部分的印度民众都高度的配合当地的法制 只是总理莫迪无预警的实施锁国 也引发了当地的混乱 比如像是移工的问题 就像是画面中你所看到的 印度他拥有高达一亿左右的流动移工 而这些移工经常得背着行李长途跋涉 更不顾公车已经塞爆了 还是要上车 即使政府呼吁民众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但对这些流动的移工来说 其实是很困难的 专家说印度的移工 大多是靠日新来过活 因此这是疫情爆发 政府无配套的锁国令一出 等于是直接断送了这些移工的生计 就怕待在大城市会饿死 让他们现在是拼了命 都要返乡 而这样的大迁徙 也可能把病毒传播的更远 更广造成疫情的大流行 成千上万人背着行李长途跋涉 还有人更是不顾公车已经塞爆 硬是挂在车门上 正值全球呼吁保持社交距离 才能有效防疫时 印度民众的行为让人直摇头 但他们也是逼不得已 来自印度各地 到首都打拼的贫穷义工 有将近1亿人 专家担心这些义工和家人 都是共住一个小房间 而梦满一个有70万人口的贫民窟 在过去一天内就出现两起确诊 如果医工带回病毒 应爆群聚感染 后果不堪设想 不少专家批评政府没学到教训 尽管先前爆发过H1N1疫情 印度花在医疗资源的预算 还是不到全国GDP的2% 才只好祭出全国封锁防疫 检测率过低恐怕成为最大破口 现在总理莫迪宣布 要花相当610亿台币 强化公卫医疗体系 但贫穷地区的生活习惯 和环境怎么改善 成为防疫最大挑战之一 另外尽管政府呼吁 移工呆在原地 暴政提供他们租金和温饱 但移工因为全国封锁令 瞬间失业 一家生计陷入危机 想留人恐怕也很困难 日常工作人员需要花费 因为他们要靠着食物 所以基本上的社交联络 就是安全服务 和公共的服务 需要提供 莫迪信心喊话 确保民众物资无余 也宣布祭出6800亿台币的救济方案 但相关细节都是未知数 尽管莫迪表示 不封锁21天 国家就会倒退21年 但这波疫情 以及政府仓促决断 带来的影响 印度经济面临的损失 恐怕更深远 欢迎新闻 郑余轩综合报导 说说东协市 带您花几分钟的时间了解 东协国家现况 首先带您关心 尽管肺炎疫情蔓延 越南总理阮春福宣布 4月开始 全国隔离15天 民众不能任意的出门 而安全距离更拉到2公尺以上 越南政府也设了快筛战 持续的来加强防疫 而也正式受到疫情的冲击 联合国内的报告发出了警讯 全球可能有缺乏粮食的危机之后 粮价立刻产生波动 包括了泰国在内 因应转自他国的吉丹 导致当地的大米价格暴涨 涨幅高达1.5倍 而也正是因为疫情在全球不断的扩散 继总统蔡英文表示 未来将捐赠1000万片的口罩 至海外之后 我国的外交部再加码 台湾将捐赠100万片的口罩 给有需要的7到8个新南向国家 而捐赠的对象 目前还是以医护人员为主 以上是本周看见新东斜的节目内容 下周节目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肺炎疫情扩散至全球 目前包括了东南亚许多的国家 都是重灾区 而为了避免在海外被传染 许多在东斜国家的年轻台干 又或是台商 赶紧飞回台湾 究竟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未来他们还会希望 回到东斜去继续的工作吗 更多的细节 下周我们带您持续来关心 节目后也欢迎您搜寻 环宇新闻网 又或是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看见新东斜节目 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 我是YES敏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